大家好,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习拜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最后的问答环节 拜登再次称中国国家主席为独裁者 周三,拜登再次称他的对手为独裁者 此举可能会加剧两个经济强国之间 本以紧张的关系 拜登在习拜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首先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一些迄今为止 最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他表示会谈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我们又回到了直接公开明确的沟通基础上 他普通说误判会给任何大国带来的真正麻烦 历时20分钟的记者会结束 拜登正要离开会场时 有记者大声问拜登 过了今天你是否会继续用独裁者来形容习近平 拜登回答 瞧他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一个独裁者 意义是在于他治理一个国家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基于是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 目前中国方面没有对拜登这一评论做出任何反应 拜登在今年6月旧金山地区的一次筹款活动上 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 此前称在2月份被美国军方下令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时 新平表示沮举丧 拜登当时对于捐助者说 他之所以非常生气 是因为当我用装满间谍设备的两箱车把气球击落时 他不知道气球在哪里 不 我是说真的 对于独裁者来说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非常尴尬的 中方此前对此进行了反击 称拜登的言论是荒谬和挑衅的 今天央视也在国家主义习近平 在旧金山与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会发表演讲中 表示习近平指出互相尊重是人与人打交的基本礼数 现在媒体分析是习近平对拜登这个言论的反击 说好晚间 美国的商界领袖出席了旧金山 美国友好团体举办的联合欢迎晚宴 齐明指出 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的基本礼数 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 起码准则 美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 塑造了自身发展的道路和社会制度 我们充分尊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 根据于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我们同样感到自豪 两条道路不同 但都是人民的选择 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 都应该得到尊重 这实际上也是对拜登称齐明为独裁者的回应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中国方面 对美投资暴跌了58% 中国对美投资 2022年暴跌了58%至25亿美元 为10年来最低水平 一家总部位上海的先进汽车激光传感器制造商 指责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为中国投资者营造筹外环境 这是美国面临失去市场创新的风险 那从2022年中国对美投资的数据来看 以大幅低于2016年创纪录的480亿美元 那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的商业活动 包括收入和当地就业都有所下降 那对中国投资的敌对态度 使其无法在美国开设一家耗资6000万美元的制造工厂 该公司强调温度这么高 不管你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成为全球企业公民并帮助美国 但他们不在乎 中国这个标签让他们望而却步 我呼吁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此言论呢 几小时前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义新平举行了一次高调的会晤 此次会晤呢 只在缓解两国紧张关系 那中美关系恶化限制了中国对美投资 投资者担心他们的项目会成为地缘局势的热点 那今年二月呢 何在通过24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 成为2021年以来美国上市的最大中国公司 高管希望的此举能够缓解导致中国在美上市陷入停滞的紧张局势 此言美国证监会针对会计监督规则进行监督打击 并迫使网约车集团滴滴进行了退市 10月份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竞争对手提起诉讼中 指控何在侵犯专利 后者呢 称指控非美国市是基于民族血统的抹黑弄 该公司呢 面临着供应美国车辆的高关税 并且呢 位在美国总统拜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降低通胀法案中 寻求税收抵免 美国即将出台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规则将禁止从中国采购车 批评者称啊 鉴于中国在汽车行业的主导地位 这可能会减缓美国电动汽车的推广 那美国通过该法案以后呢 韩国和日本的企业的外商投资的激增 但中国的投资却很少 引起了当地和国家强烈的反对 10月份的共和党总统后院人拉玛斯瓦米 他批评中国电池公司宣高科计划呢 在密歇根州大流程建厂 称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中国农奴 那如果排除中国的投资 美国可能会在汽车创新方面落后于中国和欧洲 美国汽车公司专注于硬件 而中国汽车软件方面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自动驾驶方面 那对于美国来说呢 成本会很高 在智能驾驶方面 你将落后于中国和欧洲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他们的汽车将比美国的汽车更智能 更安全 更令人相反 那么今天呢 马斯克呢 在接受专访中也表示啊 中国统一台湾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 从经济角度看呢 他认为美国1890年最大经济引擎的主导地位 面临被中国翻倍赶超的境地 马斯克呢 在接受知名博客主播专访时 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孙 他呢 提出的休息抵得陷阱 来说明 并给出了结论 表示中国百分之百会统一台湾 马斯克在节目中提到啊 聪明且勤奋的中国人 数量远胜于美国 并且从中国近年来一些公共建筑 火车站 高楼大厦等设施 都有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中国的历史表明啊 中国并不是个过分好奇的国家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出去入侵一大堆国家 所以这很好 我的意思是因为其他许多非常强大的国家一直很好奇 从经济角度看呢 自从1890年代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 引擎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 可现代民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可能是美国的两倍 甚至是三倍 你向来是区域里最大的孩子 但突然一个体型大你两倍孩子 突然的出现 那中国不会主动去入侵他国 但在台湾体上 马斯克回应 中国对台湾地区的感情确实非常强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 中国都很明确的表达了这个立场 这就像美国的一个州没有统一一样 比如夏威夷 但台湾比夏威夷更重要 何况夏威夷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重要 马斯克补充说 在中国看来呢 台湾是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 但至今没有实现统一的唯一原因呢 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阻挠 但他也同意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的增长 中国将实现资深的利益 他说是的 中国已经明确的表示了要统一台湾 那么用的手段 要么和平 要么用军事 但从他们的立场来看 统一是百分之百会发生 那这次专访的也是马斯克首次提出了类似观点 2022年10月 马斯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建议 中国可以为台湾设置一个合理且可行的 特别行政区 他们可能成为比香港更为宽松的协议 但这可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马斯克在今年5月接受美国的CNBC采访时表示 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官方政策 外界无需对此做额外解读 而是要认真对待此事 9月份马斯克提到 尽管台湾一直试图推动其经济地缘独立 但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那在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上 是美国在从中作梗 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努力进行阻挠 从拜登今天的讲话可以看到 实际上美国从总统到普通百姓 实际上对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并不认同 而且美国是要推翻中国现有社会制度 要把中国按照美国的想法进行重塑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美国只有重塑中国才能碎片化欧亚大陆 才能肢解欧亚大陆 才能让欧亚大陆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就是这个理念 所以美国是不会尊重别的国家 不会尊重你所谓的你的社会制度 你的生活习惯 必须按照美国的意愿重塑 为什么 那这就是昂鲁撒克逊 他要织解你 所以要重塑你 方便他织解你 所以拜登虽然和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到了 他尊重中国 不打算颠覆中国 那都是客气化 背地里拜登怎么想的 就是要织解中国 让中国永远给美国人打工 永远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永远 记住美国的想法是永远 所以所有中国人自己好好想一想 美国拜登今天这个讲话 你能信任美国吗 你手里拿着美国的手机 买着美国人的产品 结果美国人想做什么 想让你永远给他打工 想让你永远做他的努力 甚至希望你们中国人自己打起来 互相杀 然后美国人趁火打击 你还买苹果手机吗 你还买美国产品吗 你还崇拜美国吗 我一直在讲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什么 就是美国在利用台湾问题 捆绑两岸 变成他的导火索 谁都不想跑 来我来美国来掌握你们的战争 我说战争就战争 你想置身事外都不行 必须由美国来说了算 这就叫霸权 你以为你想让台湾独立 就能好好的跟美国发展 都是做梦 我告诉你 我今天又把某些专家的底裤撕下来了 很多人说了 咱们放弃台湾吧 台湾独立了 咱们就跟美国好好的一起合作发展了 你不是做梦的吗 你统一美国也不会同意 你让台湾独立 美国更不会同意 让你跑了 我拿什么抓住你 不就拿台湾题抓住你吗 台湾就是你的 你想不要台湾都不行 台湾就是你中国的 牢牢抓住你 牢牢捆绑住你 所以有时候中国很多专家 那种幼稚的想法 对待安鲁萨克逊那种幻想 非常非常低级 你通过今天 这个中美领导人会晤 你可以看到美国使用各种手段 包括在这个什么山庄 美国最大的金矿矿主 有多少中国劳工的血汗 就在这个 旧金山就在这个金矿里边 多少人的血汗 多少人的生命 就死在这个旧金山的金矿里 那是个坟地 那就是个坟地 金矿矿主 那背后多少血泪 在这约见习近平 美国你手里不就是一个美元霸权吗 不就安鲁萨克逊现在有美元霸权 能印那张纸吗 我中国现在要崛起 必须和美国来配合吗 咱们在一条船上吗 你拿金融对吧 拿经济来压我中国 除了这个以外 你美国还有什么 所以在我看来 未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会进一步扩大 现在最新的消息 中国和俄罗斯 总理级别的会谈 将在12月份举行 中俄总理级会谈 未来中国和俄罗斯 还会扩大合作 中国一带路 包括和伊朗 和美国这些 中东 欧洲的这个对手 中国也会扩大合作 我一直在讲 就对付昂鲁萨克逊 这些海盗 其实咱们古人就有办法 当年中国古人 怎么对付这些海盗的 中国古人当时怎么对付他 切断他的补给线 因为海盗没有补给线 在欧亚大陆 在欧洲 在中东 在东北亚地区 切断他的补给线 因为海洋文明 特别是海盗 他的补给是最大的问题 他如果获得不了 抢来的东西 不能马上获得补给 那海盗只能后撤 所以你看中国古人和这些海盗作战 他发现海盗没有持久力 他不像北方游牧民族 他实际上游牧民族可以带牛啊羊啊 到这来抢劫 可以长期跟你作战 而海盗是什么 海盗只能进行短暂的这种洗劫 就是来抢 抢完以后 他马上退回到海上 他不会寻求在你这个地盘建立政权 这是和北方这些少数民族 入侵中原最大 那所以美国这些国家 昂鲁斯大逊国家 在欧亚大陆最大的补给中转点 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盟友 或者叫殖民地 你包括日本 韩国 台湾 东南亚 像什么 菲律宾 新加坡 也包括像马来西亚 中东那些国家 对吧 那都是他的中转点 欧洲对吧 西欧 他在欧亚大陆 你可以看建立这些殖民点 通过他们来补给 那你看欧洲方向 中东方向 亚洲方向 这几个方向 欧洲面临着俄罗斯威胁 中东 伊朗的威胁 亚太地区 东南亚 南海地区 面临中国威胁 所以中国伊朗 俄罗斯未来的合作 就是要打掉美国 在欧亚大陆这些补给点 他没有了后勤补给 没有了立足点 特别很多这个殖民 这个殖民者 你包括葡萄牙 西班牙 到了一个大洲 到一个大陆 他马上建立殖民点 通过殖民点向外扩张 通过代理人向外扩张 你包括在印度 印度这个国 对吧 还有葡萄牙的殖民地 中国的澳门 那不也是殖民地吗 通过 这些补给点 点状 来完成自己的掠夺 完成自己的扩张 然后他们退回到海 所以大家也就看懂了 中国的一带路的用意 你把一带路 那这些 美国的这个海外的殖民点 连成一线 就是中国的一带路 是对美国的这个海外殖民地 反暴力 美国利用这个海外的殖民地 利用海外的一些殖民点 对中国进行围堵 中国用一带路来化解它的包围 化解它的围堵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和美国这种对抗 包括在经济战略上的对抗 现在已经开始了 那美国实际上根本没有 我觉得美国根本没有想把中国 当成一个合作的伙伴 最后就是要对中国进行围堵 肢解 我觉得所有中国人 特别是海外华人 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 现在很多海外华人还在支持美国 觉得美国会给中国民主 自由 会希望中国能够富强 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这绝对是幻觉 美国人是不希望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 美国是希望欧亚 到永远变成的殖民地 永远变成它的能源 矿产 包括劳力的输出国 自己的产品再卖回去 让你永远给他打工 他永远用一张纸洗剑你 而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国 马斯克说的也很清楚 未来中国是美国两到三倍 整个体量 美国总有一天会迎来这一天的 最后我想讲 美国现在看着实际上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就实际上美国在不断把中国推向俄罗斯 也在把俄罗斯推向中国 这是美国犯了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性错误 就美国在使欧亚大陆形成一个整体 一个反美联盟出现 过去美国可以各个击破 现在来看实际上美国他很多的这个对外的政策 包括很多这个地缘政策 结果导致了很多的国家 形成了反美的联盟 甚至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体化 那你这样美国你怎么样肢解欧亚大陆 特别俄乌战争 美国过去实际上可以单独围堵中国 包括联合俄罗斯 结果现在你可以看看 俄罗斯和美国在欧洲大打出手 甚至在整个东地中海 在非洲都在进行对抗 那俄罗斯对美国什么态度 你看俄罗斯人对美国什么态度 你到俄罗斯厂你还能买到美国东西吗 俄罗斯对华能源 粮食出口 那过去想都不堪想 包括远东地区开发 美国在做什么 现在你看美国和中国领导人 本来一个很好的关系 让俄罗斯很紧张 结果拜登这一句话 俄罗斯马上笑出声嘞了 你以为中国会倒向美国 结果看看 美国把中国又推向俄罗斯 这是政治高手吗 这是地缘政治高手吗 为了啥 为了选票吗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这个政治非常可笑的 就这么一个政治 就这么一些政治家 他想让美国重新崛起 让美国重新和中国竞争可能吗 多么低级啊 为了那个选票 搞出这么低级的一个事情 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不已经说过一次吗 现在再说这个 还是和习近平刚刚见完面 为了一张选票 你觉得中国未来可能还会和美国 在很多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吗 所以我有时候在讲 这个美国人做很多事情 他并不聪明 他不知收敛 那可能美国有美国人的 他的生活的行为 这个习惯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结果 要美国人自己承担 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我觉得未来确实是无上限 实际上我之前就说过 中国实际上要拉住俄罗斯 因为中国未来超过美国 也需要拉住俄罗斯 中国未来如果GDP超过美国的话 很多国家要把主要的矛盾 集中在中国身上了 现在美国是矛盾的核心 是吧 很多人反美 很多团体反美 就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 那未来中国 未来中国也成为焦点了 所以中国更需要什么 更需要和俄罗斯搞好这个关系 这才是大智慧 你再看看美国 再看看拜登现在的行为 就非常可笑 现在来看美国的很多行为 表现出了不自信 这种不自信 也是美国国力正在衰落的表现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已经衰落了 你从他这些行为 你可以看到 非常不自信 而且很多行为 其实并不明智 那和中国这种地缘政治争夺 那在很多行为上 犯了这么多战略性的错误 美国未来能阻止中国吗 能碎片化欧亚大陆吗 好好想想 美国的很多行为 最后会让欧亚大陆形成合力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中国成功的崛起 超越美国 反而欧亚大陆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那必然超越美国 所以我说美国的 它的衰落是必然的 它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欧亚大陆 几千年来发展 这是规律 美国阻止不了 再看看美国今天这些行为 非常幼稚的 而且美国很多战略 现在来看犯了大错 特别是让中国和俄罗斯走在一起 我有时候一提到这 我都想笑 真的 有时候我就觉得 美国这些战略者 战略学家 到底怎么想的呢 我怎么也想不通 美国很多行为 在凑成中国和俄罗斯走在一起 实际上中国已经 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到美国来谈中美友好 那这个时候美国反而在破坏中美关系 反而给了俄罗斯几回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美国人 他没有大的战略想法 他满脑子现在只有意识形态 那靠意识形态 美国能战胜中国吗 这不是做梦吗 中美领导人峰会已经结束 从整体来看 美国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围堵 而且美国现在也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 美国对欧亚大陆这种碎片化 他是不会放弃的 中国未来面对着美国的制裁 面对美国的围堵 会更加联合俄罗斯和伊朗 在欧洲在中东也会发挥影响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美国实际上 他想要肢解欧亚大陆 想要碎片化欧亚大陆 根本不可能 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犯了一个 地缘政上最大的错误 就是团结了欧亚大陆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只有先团结 先联合才能对抗美国 反对美国的直接 现在看欧亚大陆已经出现了一个反美的联盟 这对中国崛起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中国不必单独对抗美国 而和美国形成了集团对抗 这种集团的对抗 未来也对中国 未来摆脱美元霸权 在经济上摆脱美国也更加有利 因为这个反美联盟 未来就是欧亚大陆联盟的一个处形 在我看来的未来 欧亚大陆联盟将摆脱美元 这就是一个非美元区 也说摆脱美国的美元控制 在欧亚大陆形成非美元区 反而有利于中国的人民币的国际化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犯了最大的战略错误 就本来专门针对中国的行动 专门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变成了集团性对抗 我还是相信欧亚大陆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中国一定能够收复台湾 欧亚大陆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